传出教堂哥哥陈嘉行 负责帮陈时中打选举空战 但遭陈时中否认 不过教堂第一炮就猛攻馆长 馆长也不忍了 秀出会议记录打脸教堂 教堂进来看 还有你们这些网军进来看 我们业者4月27号去开会 所有建制团都在骂 所有建制团都有出席 说陈时中部长这个规定 太瞎了 好笑的是我们所有的业者 跟您反应 跟民进党反应 不理我们 指挥中心当初4月22号宣布 打满三剂疫苗才能进健身房 但只有登记健身房的业者 才需要运动中心不在此规范 被质疑防疫标准不一 直到5月27号才松绑 业者损失超惨重 害我们损失三四五成超过 你就是政策规划 根本就是乱规划 我今天再问你陈时中 这个你有没有去开 陈时中部长没有来 他太大为了 我们看不到他的人 叫你进就进 而且短短几天内就叫你进了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做缓冲 做完了之后一个月 这样做不到 快点快点把它改回来 如今体育署加码 发放三十万份一千元 动资健身券 让民众去消费 来弥补健身房业者 蓝军炮轰 根本是政治考量 现在要推的所谓动资健身券 当然充满满满的政治算计考量 当初的相关防疫政策 荒腔走板没有思考周野 这样的一个政策 不仅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反而更容易是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对于陈时中转身去选台北市长 馆长也再度开炮 以他这种态度 这么高傲 这么官僚 这么不顾 民间疾苦 要做什么做什么的话 我是觉得他真的不适合当一个头 防疫政策搞得一塌糊涂 让业者超苦 如今却拍拍屁股走人 难怪馆长人无可忍 再度开炮怒哄 记者与盛行丁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记者尚知道 这种 Library 那些关键